整个是电子材料的部分 好 来 这个公式 这个都是重点公式 然后我画的这些都是重点公式 来记起来 还有这个公式 我画起来都是公式 这都是重点公式 要记起来 这个是单位也要记 这个也要记 然后这个公式也是要记起来 微观欧姆定律 好 这个都是单位 巨端的欧姆定律是这个 微观的是这一个 好 电子标移速度与导电律公式 这个是电子圈移率 好 单位 J等于N1V珠 N是单位体径的电子数 好 这个公式也要记 哦 接下来讲导体 好 θ 本质是电动 好 看一下哦 这个是能系 下电子带 导电带 好 重点公式 我先帮他画一下 那这个是远远大于0 因为N1已经远远大于0了 重点公式是在这一个 是这一个公式 好 好 来 接下来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式 也是在这里 接下来讲一直半导体 一直半导体在4A族 就是要固容5A族的元素 像这些 杂质原子所形成的半导体 这是N型哦 然后 接下来换讲P P是固容 P呢 他是固容3A族的 然后 B L GN 这些 所形成的半导体都是P型 然后金属的半导体导电率的比较 影响的有温度 金属温度升高 然后电阻率就会增加 然后会阻碍电子移动 好 金格缺陷 金格缺陷可以散射电子 使电子率增加 就这样 好 精力细化余人加工 是影响金属导电度最小的强化方法 有半导体 温度 温度 温度欲高 电阻系数欲高 还有杂质 好 那这都没有什么要讲的 那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